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有我Gary 又Jim在这里 还有这位Steven 大家好 今集叫Steven 我第一次上来的 吃屎啊你 后面推咪一样 今集有我们Alvin在这里帮忙推咪 大家好 上一集我们讲过大家对香港足球的看法 或者一些不过往的历史 其实香港足球我们上集有吊过一个凤凰计划 其实今年香港足球已经提交了一个新的计划 去立法会通过了 其实这个计划是讲什么呢Jim 这个计划是一个考牌 以我所知是一个五年计划 那你就成立了有七 不要忘稿 成立了 成立了 就是说什么香港要 七个目标 打入世界杯 或者是什么 世界排名那些 世界排名那些 世界杯是说多少年 2034年 2034年 2034年是不是香港队 很难说 很难说 是的 其实它 我补一点 其实这个叫2025计划 是有七个目标的 包括了男女足的战略目标 包括了什么世界杯要入正赛 世界排名何时要到第几 风外计划 传媒说的东西 不过没有实行 是的 另外呢 其实我想探讨一下 就是我对它有一个点 我觉得很有兴趣 它说它很想大力去推动 这个香港基层足球清分的行目 但是又说执着太远了 说要各级的球会自行去 去招募这个清分 Steven 这点怎么看 我觉得是非常矛盾 和很可笑 是的 其实你现在 说真的 你香港的球坛 有哪些队波是会很乐力去搞清分 结智 其实都不是说没有 但是很少 说真的 其实 尤其是如果我们再拍下去 看其他的政策 包括欧洲环政策 其实钱只有一块 你贊助就有一块 就是找来找去 分分钟没有 是的 你找那块钱 其实你给得到哪一块 你的意思是说 我可能顾得大又顾不到一个小 是的 顾得大又顾不到一个小 是的 你又要认真搞 你想认真搞 但是 目标很远大 但是实际上 就走得很小 是的 所以 我觉得整件事很好笑 是 因为其实我看到他的报告的时候 我都心想 你说要搞清分 但是你又将那些清分球员 扔回去各间球会自己搞 体院其实 大家可能有跟香港足球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体院是引用了很多一代球星 陈伟豪梁冠聪那一集全部都看完出来 但是现在 你全部落回球会 那你究竟想怎样 他又说要成立个香港青年超级联赛 又是勾的 怎勾法 怎勾法 真是很难勾 他就说 你未实行就不要说他勾 待会又说你是偏见 不是我们设计 我是偏见 我欢迎大家摸下我这段 欢迎边施 真是不介意 其实那个计划是怎样呢 就是说 香港足总说 我未来就会开设两个不同主办的青年联赛 我足总自己负责一个叫香港青少年超级联赛的东西 所有的港青 U23 U21 U19 都在这个联赛出的 另外 又勃不浅给赛马会搞的青年联赛 很奇怪 有些观众应该听到一口无数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有少少像港超现在的状况 港超成年那个 港超其实是一间公司 但是港甲、港月、港饼是由竹总去执行的 这个青年联赛 反过来 港超的青年军就是竹总搞 然后下级联赛就全部赛马会搞 那你搞什么 还有分很多级别的联赛 就有U16到U18 他最坑狠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真是坑狠 他要每一场的青年联赛 出场的时候要有低一级的人 超过五个 跳级 是的 即是要跳级 同时有五个人在那里踢 是的 即是你U16的比赛 你同时的长度 不能少过五个U14的人 Alvin的笑声 完全表达了 那你写得叫做U什么 你就要那个阶级的人 为什么要跳级呢 为什么要半阶级都是下一个级的人呢 这个时间我们就要看买南频道 另外一个主持经常说 你懂不懂中文 压苗助长 谁主持 菲利普 其实就是压苗助长 Jim 你觉得这些青年联赛 其实是否真的帮到青年球员呢 或者有没有什么漏洞可以提出来呢 我觉得既然如果你分了不同年龄的 组别 组别的话 你倒不如真的像Alvin或者在组别里面 给那班小朋友去听 你无端端推五个 衰点说他叫不够称的上来 跳力 很认真 只是到时上到被人屈肌 可能他 那别人对面都有五个不够称的 但是 静了 真的立刻静了 你继续了 是的 你继续吧 其实不够称的 是的 我觉得如果你要这样搞 就不要分年龄层了 就是你搞完的名字可以出来 但是实际做的又不同 是的 那你不如就求其青年联赛第一级 第二级第三级算了 是的 那你又贊不贊成说有个升降制 因为我刚才看过报告 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 就是这个青年联赛搞一个升降班的制度 嗯 你怎样看 升降班 是的 就是我U14 我这一批核表我踢得很差 原来我就在青年联赛超级联赛 跌进去赛马会甲级 那就由下一班师弟吃了 你觉得这个制度又怎样呢 但是问题是以我的理解 好像是如果港队的青年联赛要选择的时候 好像就一定要在超级联赛选择人 是 是 如果这样的话 就有个Bug在这里 是 是 怎样的Bug? 问题是 如果你 假设你U14 U15 U15 对 U15那班真的不行 而下了去 越早 越早 但问题是你接上来那班 假设你很厉害的 不要说全队都那么厉害 可能有一半 是 但是他们就没有了个机会去踢港队 嗯 这个是一个Bug 其实 其实我觉得足种最狠狠的东西 就是 去港独名 在超级联赛选择 你不说就好地地 你选择一两个甲组组 没有人能吹到你帐 其实 我觉得升降制是有需要的 升降制是有需要的 一定是有需要 你好像 我们属耳甲 我们拿耳甲为例子 以前耳甲的青年队 是没有升降制度的 是 现在有些队伍 一定是施位数餐 随便放垃圾 去打完就算 是 你现在这样 可以令到大家有个欲望 是 我们要避免港班 但是 是否真的要 如你所说 是 一定要在一个超级联赛选择人 是 我觉得有些傻子 是 我也说 可以回应 因为刚才说 一个跳级的问题 我之前也立了一个报告 我看过 那个主席是谁 原来是邪灵杰晶 邪灵杰晶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 其实 观众不知道 他是一个女人 漂亮吗 对 对 观众男人 男人听得明白 他突然结证 以前 我没记错 他是教育局的秘书长 哦 混蛋 就是梁瓶赵 找朋友 是的 是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秘书长 但是 因为是很高级的 是 你一个教育局 是不是年年考第一 你应该知道 如何培养一个小朋友 不要说什么 就是普通读书 不要说踢球了 就是读书 因为你踢球有很多种 你除了是技术上之外 你还有战术上的知识 你是要吸收的 是啊 喂 大哥 你这样跳级 你是 我不当你是踢球了 是 当你普通读书 中英数通 是 喂 中英数通 DSC都出来了 sorry 中英数通 你这样在普通学校 不通的时候 你用脑子都想到 怎会放到运动员身上 我觉得很笨 不过算了 有时候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他才放出来 还幸福啊 不过其实是的 我经常都觉得 因为 像你说的 足球这件事 其实不是单单落街场 我扭赢你 那就算了 你职业足球 你发展 技术体能战术 其实真的 所谓的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你强行找些不够称的 其实他是不是吸收到战术呢 你可能不用限定 我觉得不用限定 譬如你有些传统的清分大户 不是因为我喜欢戒指 譬如清分大户戒指 你可能U14 有一两个标青 我让他跳上去踢U16 你还可以说 你想想如果有一队 我本身的清分都不厉害 我还要强行找到五个更加不厉害的人 跳上去 其实是否真的一件好事呢 我觉得未必是一件好事 怎样 以为你阴阴嘴笑 我看到你为这个节目准备的东西 因为观众未必知道我们在做了什么 其实在CAM下面 我们有一张紫色的今天主持的名字 因为我们的主持名字实在太白变了 每集都请到不同的人上来 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好事 我都觉得好事 证明多人看的 其实你知不知道你好像什么 好像GAM的NPC 样子是一样的 但名字完全不同 是的 去回正面 其实这个清分计划 除了重点的青年联赛 还有要求会自己承担清分的方向 我错 对不起 我坏仔 你坏仔 不想以后 无论哪个节目的主持人 不可以在节目当中玩电话 然后笑笑一下 其实另外一个主题是什么 他要每一个青年队 要建宿舍 建冲凉设施 我们三个看那份报告 我想我们都觉得可笑是怎样 我想听Alvin怎么看 Alvin你觉得如果香港的青年军 的球会青年军 要每一个自己建一个宿舍 让青年军球员入住 以作训练用途 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看呢 嗯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是要这样的话 你不如去一些不淡冲度假营 你很宽 那些在隔离中心 那些有做到吗 有做到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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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些多余 你洗澡会不会 buff了你踢球的数值 舒服一点 但是其实 一个训练营 有些洗澡设备 我想他是想走日本那里 其实他比我觉得是想走日本那里 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一个青年军 那我就要整个训练营 一条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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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区的小朋友 我可以入到 譬如东方青年军 我就可能星期一至五 都住在东方青年军 这个训练营里面 那星期六才回家 或者反过来 我相信香港是反过来 哪有家长给你 一至星期五回家 是的 星期六日才去 是的 那有没有什么用途呢 其实是没有的 其实是没有的 是的 我经常都觉得 在这里小小吊一下足统 其实我平时都吊得多 香港的足球 是不是真的要靠一些 外国的模式去抄 而你为什么要走这一句 其实很简单 你日本韩国 甚至乎中国 你为什么要有集中训练营 我的球员分分钟 我家里想搭三个中车 你香港哪一条路线 找到三个中车 巴交 没有 EV 不是 你说真的 你香港最能源 你不是去到屯门 去柴湾 柴湾上水 是的 第一 你首先屯门的小朋友 会不会去柴湾的青年军 第二 就算真的 我也是在说一个多小时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需要 不要 捉了不要试想 一些东西考纳明文 去赚钱 尤其是我觉得 如果你搞宿舍 或者这些多元化的东西 只不然价钱就高了 当然 你把钱包在里面 家长就会心想 无端又要扔几千元出来 无端是说什么 是让你有个借口不回家睡的 但是爸爸 这个小朋友可能是下一个私囊 可能 可能 我觉得最重要 你再说 我觉得就是 多余 对 最重要的是 捉种也是打算抄别人 但其实只是抄别人的学 最重要的是灵魂 精髓没有 精髓没有 人家一条狼服务 是一个好的教练 好的培养 现在就是有宿舍 但是宿舍给大家洗澡 然后进房做什么 可能进房去坐 可能我想较坏了 但是 他在想小学中学 什么 中学 什么研营 杜家营 什么纪律训练 那些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怎样找一个好的清分教练 交了个球给球会者 但是球会 有没有支持 没有支持 第二就是 我找到这么有料的清分教练 不如调他过来做一队 直接交一队 直接交一队 因为其实很多球迷 或者未必了解香港的 不过其实也难怪 竹总也不了解香港的足球生态 他了解的 他特意走斜了 其实港超那么多队 老实说 有多少队是有设立一个 专责的清分教练呢 这个是很值得深究的 我自己最熟杰字 我都没办法 杰字 在香港其实也叫做top3 那个规模上 其实杰字的U12教练是谁 唐建文 U14教练是谁 高尼鲁 全部都是一些球员兼教练的时候 你是否真的有一个 你说就是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或者一个水平 去被一些学生集中训练 那么强的清分出来 有料我都去了教一队 所以大部分都未到 这个报告其实还有什么 除了青年联赛之外 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个重点要说的东西 就是2025中国制造 什么意思 不明白 2025计划 是 说你的计划 没有了 实际内容是没有 我今早和Jim两个聊天 Alfin三个聊天 我们说其实这份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就是没有了 或者这么说 应该是可以说 将凤凰计划的东西 再幻想法 稍微改了一下字眼 就是搬回来这份计划书里面 是不是真的好像你们做project那样呢 大学 都似似的 是 comment and paste 不要这么说 以上内容只是apply在Jim那里 Jim的Professor 听听 你觉得其实只是一般字各自 我觉得是 另外一样东西 其实它列了七大方针 其实它的内容只有七大方针的标题 也是 内容是废话 都符合香港政府做的事情 你不要乱说话 你是不是想去维建酒店 已经是实施了 你是不是想去维建酒店 我觉得 那不是我们骂香港足总的 我们不是骂香港政府 我本人很喜欢香港政府 是的 我觉得足总经常做一些 其实七个目标 我们刚才说了2034 就是2034年要进入世界杯决赛州 不要玩了 2034年的世界杯决赛州 正常是2034年世界杯决赛州 平均年龄 世界杯的平均年龄是28岁 现在距离2034年 还有14年 即是你今年的U14要做到 那么 改变一个地区 由现在排名一百零多 要进入世界杯决赛州 是不是短短十几年做到一件事 一百零多好像也太前了 一百零多 三十几四十几 一百零多 不好意思 FM里面六十几 你FM里面三十几 我发梦当时排第一 现在是一百零多 一百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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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帕轮上来之后 是没有升过 是 麦帕轮之前 有说过要整理好队香港队 不知整理好队 整理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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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是称分和 你没有这些资源 称分和外国足球 一队足球不同 称分的足球 你没有这个资源 只会越来越差 或者最不得不止 你要長時間的資源扔下去 相對起如果你找一班入籍兵進來的話 入籍兵的cost 可能低一點 但是你清分那個 你可能長時間扔錢 有沒有可能做到呢? 我自己就不太好 因為香港還要走老闆足球 是的 老闆你想一下大埔現在 大埔復賽打不了 當然會不會復賽都沒有人知道 下季又不打了 一句話說 贊助商沒有泵水下來 你就已經搞不定球員的薪金 你的老闆在做什麼呢? 這件事很可悲 剛才我聽到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我想問一下 外援 其實香港現在的超級聯賽 駐六出四 其實外援找回來 很多時候會想看未來港督 能否用這個入籍兵 我想問你們怎樣看 對於入籍兵的看法是怎樣的? 我覺得他所謂入籍兵 只要他有心為香港足球 為港隊付出 帶負香港 對,帶負香港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黑也好,黃也好 我覺得是OK的 是 甚麼人種都可以 甚麼人種都可以 是 但那個帶負香港去了韓國 做足球總副主席 他這些都是升職 沒得怪他 其實你香港足球總時的態度很曖昧 是 我可以這樣說是許宗走的 我記得金sir在後面有訪問說 其實他想留的 是足球總遲遲都不開offer給他 根本沒得辣 只要他想留這句真正解 大家判決 我個人傾向是相信他的 我也覺得是 不過他留在那時的全流 他留在香港隊教 是不是令香港隊可以繼續進步呢? 可能現在還用墨基 但是他用墨基出來的效果 如果他一二幾、一三幾 我覺得其實算合格 不可以說特別好 好過現在那個 現在那個 我覺得要留給後製判斷 留給後製判斷 現在那個 其實我覺得他有可取之處 現在港隊主席 他的可取之處是 他很敢用新人 但是 問題是很敢用新人的情況 你跟他爭這個世界排名 可不可以說做到沒有衝突呢? 我覺得他的功力還未到 或者他用人是很敢用的 但是他排出來踢足球 又是很保守的 我覺得可能他包人 有些崩勾性格 都是喜歡高招大棍 保守一點 他還有蘇格蘭底 蘇格蘭 一月後前面放了一個墨基 高招大棍 一咬上去 前面就有高帆 墨基 幾個跑得去 跑狂 但是其實現在 只不過是縮了後一點 縮的沒有那麼厚 都是高招大棍 其實跟不太分別 只不過前面扔那個變成子彈 截那個變成子彈 但是你還未回答我的問題 日直兵你怎麼看? 我覺得也是一句 他有沒有心為香港踢? 有些人看得出 其實他也是 來嘻 或者他想用來做一個跳板 但用跳板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你 有放過心在那裡踢 Jim呢? 日直兵這三個字 我覺得OK 我跟Steven的看法差不多 我覺得最重要是 Dive for Hong Kong 我也同意 作為香港一個跳板問題 甚至你跳到日本 或者韓國 再說遠一點 其實 可能對 不要只說 可能對球員的成長有好處 反正中 可不可以在別人的球會當中 吸吹到一些東西來 萬一可能將來回來香港做教練 可以為香港一些球會 帶到一些新的氣象出來 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最重要是 落到牆那一刻 為香港隊 你很駁盡 駁盡 其實就好像港隊前幾年的口號 是的 即所謂駁盡無悔 我們這批入籍兵 入港隊之前 他們一定要經過一段時間 就是香港居住 如果沒有香港血統 就是沒有林志堅那些香港血統 他們要在香港居住 其實現在說超聯 剛才說過 就是註冊制度是駐六出四的 其實 接下來說會再加一個超級外援 在我2025計劃裡面 我首先不加這個超級外援 你們覺得外援這個制度 需不需要再更改呢 我不當沒有2025這個計劃 沒有超級外援 駐六出四這個位 是需要沒有限制 放寬一些 還是在收緊一些 因為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曾經有很多人說過 結智假櫃 全部假櫃 因為香港的財政是差很遠的 結智東方富力是可以買到很高質的外援 而一些可能比較窮一點的 可能是流浪 流浪、海警、全華班都有些問題 你覺得在公平的層面上 我應該要收緊還是怎樣呢 我覺得外援的政策 我覺得每個球會 頒廢這件事 你沒有辦法做到公平的 如果 不要只計香港 全世界球會有大規模、小規模 我覺得 沒有可能做到什麼 因為我不夠錢 所以外援政策要我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覺得駐六出世都可以接受 也不會泛濫 亦是讓本土球員有機會出場 我覺得都可以 至於公平性的問題 我跟阿占的看法都差不多 也覺得沒有理由要制度 遷就財政上的不足 這一點駐六出世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反而覺得可以收緊 我覺得駐六出世已經太多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我想 下一節我們會說到 超級外援的問題 其實我想說的是 我為什麼想收緊它 因為我覺得駐六出世 因為它不包括假鬼 當你不包括假鬼的時候 的確我自己喜歡 太多的外國人 會影響了一隊的比例 而外國人有什麼不好 其實外國人沒有不好 但問題是 你來得做外援的那班 已經三十到尾 當你做假鬼的時候 可能整個政選陣容 都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的時候 我本島的年輕人還怎樣出場呢 我關心的是這個位 至於超級外援的問題 我們留下一次再談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一會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